两个黑衣人闯入男孩家中 强行掳走了男孩 窗边的妈妈却视而不见 愿有儿子被陌生人拉走 因为这出乎意料的一幕 正是妈妈一手安排的 儿子小荣沉迷电脑游戏 整日抛在网吧里 靠陪玩陌生人赚钱 一声声咯个姐姐叫的亲切 落在妈妈耳朵里 无异于最刺耳的噪音 小心啊 我儿子还没成年 妈妈的做法让小荣十分别扭 只是打游戏这样无伤大雅的行为 落在妈妈的口中 仿佛杀人放火一般罪无可赦 她难以面对网线另一端的队友 妈妈却不依不饶 质问她怎么不觉得自己丢人 本以为坦诚会换来妈妈的理解 可还是只有闲雾的目光 小荣心平气和告诉妈妈 孙悟空这个英雄他打得最好 可以赚很多钱 小荣这番不以为耻 凡以为荣的言论 气得妈妈冲上去就给了一巴掌 在妈妈眼里这个玩游戏的儿子 将来会演变成大火海 这番充斥着哲乳的话语 刺痛了小荣年轻的自尊心 他请求母亲停止发散 母亲却变本加厉 他口无遮拦地将妈妈这些年 陪客户吃饭的事情摊开来 这一击正重把心 直接让妈妈的怒气之爆表 他气愤地伸出手指指责儿子 在大街上拳脚相加 一把夺过儿子裤兜里的手机 要删掉腐化儿子的游戏信息 小荣这一下彻底慌了神 露出惊恐的神色卑微祈求母亲 一旦删掉资料 他付出的时间跟赚钱的渠道 都会化为乌有 但母亲心意已决 牢牢握着手机 他决心要让儿子脱胎换骨 将他送去最著名的五行书院 这一定能让他戒掉恶魔手机 回归到正常生活 豫章书院的教育有多可怕 叛逆男孩刚遭遇了电击疗法 面色阴沉地将排骨往嘴里塞 下一秒突然正惊微作 露出了无比标准的笑容 在不久之前 他还是个开朗乐观的男孩 一个平常的上午 他吃着最爱的排骨 却突然被两个标形大汉架走 小荣疯狂挣扎反抗 象征在厨房做饭的妈妈大声求救 可妈妈只是加快了剁菜的速度 垂下眼不敢面对小荣的求救 他必须狠下心来 才能让小荣得到真正的重生 收音机里的孙悟空之歌还在 悠然畅想 现实中的孙悟空却要被抓走 小荣灵灵地正脱开抓捕 却还是无法避免地落入牢笼 装在小荣的车 与孙悟空擦身而过 齐天大圣回头看了一眼 仿佛探众生长苦 小荣就这样被送到了神秘地点 门尾合上两扇铁门 上面明黄黄四个大字 五行书院 小荣被带到了校长办公室 人面兽心的校长用满尸莫饱 遮掩住自己的残忍血血 却在轻飘飘的几句话之间 将小荣送去遭受电击酷刑 家中的电脑还在放映齐天大圣 嚣张桀骜的孙悟空 被击倒在地 成为最狼狈的大英雄 时隔几日之后 妈妈来到五行书院 查看小荣的教化情况 一进门就遇到了排队吃饭的学生 如同机器人一般 僵硬规律地从他身边穿行 而往日活泼可爱的小荣 正经危坐地等待他的到来 小荣仿佛被抽去了灵魂 眼神暗淡面容灰败 妈妈愣正一秒立马堆起笑容 告诉小荣他准备了排骨 小荣无动于衷 淡淡说了句感谢 鲜美的排骨摆在面前 校长也大摇大摆来到了妈妈身后 原本木讷的小荣忽然活了过来 急切难耐地吞食着排骨 一块接着一块不敢有丝毫停歇 妈妈带着笑意问小荣开不开心 小荣的脸上立马流露出愤恨 用余光随意一瞥 立马直起了身 妈 你放心 我很好 等到校长巡视其他人 小荣阴沉僵硬的脸庞才有了裂缝 她的眼底都是深红的血丝 可就是这么一个瞬间 立马就让她被带走 再一次进入电机室 看着儿子被架走 妈妈激动地站起来 校长却大言不惭地表示 这都是好转的迹象 再巩固半年 从此之后小荣不会再看一眼游戏机 在恐怖的五行书院 任何不符合传统常理的行为 都会遭到严厉的叫化 一个女孩染了深红色头发 被带到监管的头头面前 公交车的侮辱顺势而出 吃饭时期 小荣与女孩分作两端 不敢交流哪怕一句话 吃不饱的小胖端着盘子 走到了餐盘整理处 偷偷留下了一个馒头 立马就被人发现围堵 被批评是贼 必须忍受监管者们的搜身与殴打 眼看着可怜的同伴被揍 女孩愤怒地想要起身 小荣示意她明哲保身 可落在小胖身上的刑罚 一下笔一下重 女孩忍无可忍冲到了监管者面前 示意她凑近说话 而后一把咬住了她的耳朵 大量的鲜血涌了出来 女孩将盘子狠狠一摔 离开了食堂 无处发泄的监管者 又将怒火转移到小胖身上 传说中的豫章书院有多吓人 染红发的女孩被当作荡妇羞辱 饥饿的男孩藏了一块馒头 就被众人扒光衣服尽情殴打 就连一只普通的流浪狗 都不被书院所容 莎莎紧紧地抱着那只流浪狗 小胖在她身后掩护着 追赶的人拿着棍棒穷追不舍 将两人堵在了高墙之下 眼见一场悲剧就要发生 举着棍棒的小五 如同将士救灾的孙悟空般 发号施令让二人离开 她捏紧了棍棒 以一人之力抵挡众人之恶 为莎莎争取到了一条生命 在小胖与小五的努力下 莎莎成功翻墙离开了书院 她一路走一路流着眼泪 她不敢回头只敢向前方奔去 昏黄的路灯 此刻就是她得救的金光 莎莎逃回了安全的地方 敲下了她在五行书院的遭遇 痛斥这里的老视网为人师 她流下了泪水 只想为其他伙伴争取活路 莎莎的帖子引发了广泛关注 恶魔般的五行书院被查封 小五也被妈妈接回了家 只是回来的小五 再也不是妈妈那个孝顺开朗的儿子 五行书院的恐怖龟训 残留在她的身上 她双眼无时目视前方 一座一站都如同在军训 需要妈妈下达指令才能进行下一步 妈妈将手机还给她 她的脸上也没有任何反应 到了正式开饭的时候 小五紧紧扒着一口白饭 妈妈拼命将菜往小五碗里夹 小五都恍若无误 丢魂的状态让妈妈倍感揪心 她反复呼唤着小五的名字 小五疼地站了起来打倒 激烈的动作将饭掀翻在地 小五急忙俯身将掉落的食物 捡到碗里接着又往嘴里塞 无论妈妈怎么劝阻 她都毫无反应 直到这一刻 妈妈才崩溃地抱起儿子大哭起来 在故事的最后 小五经过医生的治疗 成功排解了心理创伤 恢复到正常状态 妈妈也理解了小五的想法 邀请小五的朋友们来家里做客 这样的一个结局温馨又圆满 可现实中的遭遇远比这可怕惨痛 从预章书院出来的学生 崩溃自杀或暴力杀人的新闻屡见不鲜 经历过这样一番非人的待遇 从身到心都早已不是正常人的状态 孩子本是一个普通人 当父母的期望不断往里填色 就变成了一个被撑满的容器 外部的力量紧紧按压 在某个瞬间就会彻底碎裂崩溃 再也无法修复成原来的模样 故事里的小五 甚至算得上是一个体贴的好孩子 但由于父母的不理解与不沟通 将玩游戏视为最可怕的洪水猛兽 从而采取了极端教育 生生将他推入地狱 父母妄图将孩子丢入一个羊圈 得到最完美温讯的小绵羊 最后却只是一个被毁掉的傀儡 而豫章书院这种令人发指的存在 更是将孩子的意志与意愿践踏到最低 从而虐杀了一个又一个健全的人格 那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记得点赞评论告诉 这里是老夫子撩电影 我们下次再见吧 揪咪揪咪